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 一定要读鲁迅 我是徐志冬 今天是第十二期 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这一年 也就是鲁迅刚刚发表的 狂日记等小说以后不久 1919年 他在星期年上发表了27篇短文 开始就是随感路加一个编号 比方说我们上次读的随感路38 赞扬个人的字塔 但后来从第56篇开始 每篇都有一个小标题 我们来先读一下随感路四史 有一首诗 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 却对于我有意义 下面鲁迅全文抄录了这首三文诗 诗的标题是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 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遇我 带我很好 我带他们也还不差 我有兄弟姐妹 幼时供我玩耍 常来捅我切磋 带我很好 我带他们也还不差 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 这个爱是他也很好的 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 父母给我讨老婆 已经数年 我们两个也还和睦 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 别人撮合 把他们一日戏言 当我们百年的盟约 仿佛两个牲口 听着主人的命令 去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吧 爱情 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这就是诗的全文 抄录完这首诗以后 鲁迅说诗的好歹 这个意思的深浅 姑且无论 但我说这是雪的争气 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首先鲁迅没有因为 他自己喜欢 就说这个诗怎么了不得 关于诗的艺术价值 鲁迅用姑且无论 避开不谈 但雪的争气 争气机的争气 雪的争气人的真声音 这都是鲁迅很少 使用的称赞 鲁迅的评论一向 比较偏于严苛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这首诗触动了鲁迅 自己的神经 1919年1月 就在发表 《我之劫列官》以后 不久鲁迅 还独自住在北京 绍兴会馆 从1906年回乡结婚以后 鲁迅一直在日本 在杭州 在绍兴 在北京的会馆 过独生的生活 已经13年了 这一年的夏天 他要和周作人一起 买八道弯 脚大的私和院 接母亲和朱安来同住 爱情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鲁迅说 中国的男女 大抵一对或一群 一群是指一男多女的住者 不知道有谁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 即使苦闷一叫便错 老的少的 一骑摇头 一骑痛骂 的确 文学史上 一直指分析叙述 约拉夫在五世时期 描写性苦闷 爱情的苦闷 却从来没有 却忽视了鲁迅 在这里所书写的 爱情的苦闷 然而 无爱情婚姻的恶结果 却连续不断的进行 刑事上的夫妻 既然都全部相干 少的 另去 评人 这个女字边一个 并且的 病啊 聘啊 聘人 肃仓 老的再来 买窃 麻痹了良心 各有妙法 所以直到现在 不成问题 读到这里 我插一句 直到现在还是问题啊 我有认识不认识的 很多偶像人物啊 一些这个商人 官员呢 因为要顾及公众形象 社会影响 所以要扮演幸福家庭 美满爱情 某种程度上 也是麻痹了良心 爱麻痹了身体 也是各有妙法 而且也不能有苦闷的叫声 万一有苦闷的叫声啊 这个弄不好 一方揭发一方贪腐 或者一方突然被交通事故 这个现实当中 这个情况 其实一百年以后还存在 回到一百年前 鲁迅说 可是东方发白 人类的各民族 所要的是人 这个打引号的人 自然也是人之子 我们所有的是 单是人之子 是儿媳妇 与儿媳之夫 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鲁迅这里所谓的人呢 强调的是个人的尊严 爱情的权利 人之子呢 当然就是尽伦理责任 遵从传统孝道 鲁迅自己家里呢 他面对母亲嘛 说过 朱安是他的儿媳妇 鲁迅成了儿媳之夫 所以不能献出于人类之前 意思是鲁迅 我自己可以忍受啊 可是这个儿媳之夫的身份呢 不能光明正大的来面对 现代人类的道德秩序 当然 这个现代的次序 也包括了若干西方来的价值观 对鲁迅来说 开始是拜伦尼采 弗洛伊德 后来有马克思 魔鬼手上 终有漏光的处所 掩不住光明 人之子醒了 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 知道了从前一般 少得老的 所犯的罪恶 于是起了苦闷 张口发出这叫声 哎呀 这个 其实也有解决办法的啦 按照过去的方法呢 麻痹了良心 安抚了身体 很多老的少的各有妙法 可偏偏鲁迅呢 在爱情问题上特别较劲 在道德观念上非常认真 于是就有了他难言的苦闷 难言到要借这么一封读者的小诗来发泄 鲁迅从好像1912年开始 即日即把一直到晚年去世 中间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提及住安 那是1914年11月28号 下午得妇来书 妇女的妇 22日从丁家弄租宅发 泼妙 就是泼为荒谬的意思 不知道这个泼妙是指来信内容 还是来信方式 不清楚 几十年夫妻 日记只有一次记载 这也是颇谬啊 颇为荒谬 我们知道鲁迅 跟徐广平 包括跟许新闻的妹妹 他们都通信很多的了 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归响路 64里回忆说 说鲁迅是新婚时 才发现新人极为矮小 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 因此呢 怪周作人说 这个是做媒的亲戚成心欺骗 但我想外貌绝不是唯一的障碍 鲁迅终生好友许瘦上 他记载说 鲁迅对他说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 我只能好好的供养他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哎呀 可是这礼物是一个人呢 鲁迅不会不知道 他所面临 他所承担的道德困境 在《水感露四十》里 他十分清醒 但在女性一方面 本来也没有罪 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 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 良心上不肯翻 他们受的老的的罪 又不能责怪异性 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 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把自己这一生的憋屈啊 牺牲啊 都算在四千年文明的账上 难怪这个时期的这个 狂人日记啊 喊出了礼教吃人的控诉 我的冲突鲁迅啊 几次要提到鲁迅跟中安的关系 也不是对作家私生活有兴趣 而是看到鲁迅这个思想精神上的超人啊 的确有一个身躯肉体上的超人紧密相关 这是以前很多严肃的鲁迅研究的 有意无意所回避的 让我把《水感露四十》读完哈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 但血液究竟干净 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 是黄鹰变黄鹰般叫 是吃消 这个石经理讲的一个动物哈 变吃消般叫 我们不必学那从丝窝里跨出脚来 变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 这死我只是指示仓处的地方哈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 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我们要叫到旧账勾销的时候 旧账如何勾销 我说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这个时期的鲁迅啊 文峰啊比较激昂 刚刚写东西 属于他创作的青春期 我们说过鲁迅在自己身上 诊断出中国社会的病啊 极其精准 当然他的药方呢 只寄托于进化论的有些空泛 而且说到底 他最终也没有做仪式的牺牲 而朱安呢 在鲁迅二六年南下以后呢 他就一直陪鲁迅的母亲 住在北平西三条 鲁迅去世的时候呢 还在家里设了灵堂 并且将鲁迅全部的版权呢 就授权给许广平处理 据说朱安的乙愿 是葬在鲁迅的墓旁 当然没有实现 最后是葬在鲁迅母亲的墓旁 礼物 最后还给了送礼的人 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后要读的 狂人日记的全部的内容了 第一 礼教吃人 第二 家里人也吃人 第三 男人吃女人 第四 女人帮助男人们吃人 第五 我 主人公自己 也在吃人 这样因为在身体上 极度压抑精神上 寻求宣泄的超人 当时对中国社会的批判 自然犀利刻薄 甚至是偏激过火 隋赶路42讲到 有英国教会医生 称中国人为土人 鲁迅说 以土人称中国人 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 但我们现在 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 实在别无办法 因为 试看中国的社会 吃人 劫略 残杀 人生满卖 生殖期崇拜 灵学 一夫多妻 凡有所谓国粹 没一件 不于蛮人的文化 蛮人的文化 打一个问号 契合 还有拖大便 拖大的便子 吸鸦片 缠足 讲到缠足 鲁迅愤慨的说 世上 有如此不知肉体上的苦痛的女人 以及如此以残酷为乐 丑恶为美的男子 真是歧视怪事 水感 录五十四说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 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 自油松片 以至电灯 自独轮车 以至飞机 自标枪 以至机关炮 自不许妄谈法理 以至护法 自食肉挺皮的吃人思想 以至人道主义 自迎师拜舍 以至美誉代宗教 却摩肩哀背的存在 这佩服 这又是一段极精准 极形象 也极有远见的 中国国情报告 这里所谓的 妄谈法理 就是指袁世凯称帝以后 当时的革命党 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根据 试图从这个宪法的角度 去约束袁世凯独裁专制 袁世凯那就不许他们 妄谈法意 这个妄谈就是不是说内容好不好 就你们的位置根本就不该谈 后来袁世凯索性下令 废除这个临时约法 解散国会 直到了1916年6月6号 袁世凯去世 局势才有所改变 新青年就是那一年的9月出版的 那当时叫青年杂志 蔡元培 后来又回到北大当校长 我在想要是袁世凯 这个身体好多活几年 这个五四运动 也不知道要推迟几年了 而所谓的护法指的是 1917年7月到1918年4月 孙中山领导的 恢复国会的运动 当然了 换个角度看 几个世纪的现象压缩在一个时期 这也说明中国进步快 有后进优势 弯道超越 今天我们照样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煤油灯和LED在一起 这个马车跟高铁卫星 菜刀和黄母 404和5G 拜蛇迎神和莫奈化展 步步惊心和崇德鲁迅等等 各种各样的文化并致 也是摩肩挨背的存在 奉建传统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什么主义都在 前现代 现代 后现代 什么代 都在同一代 怎么办呢 还是引用鲁迅在水赶路57中的话 千万不要做现在的屠杀者 鲁迅说 做了人类想成仙 坐在地上要上天 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 却偏要乐派修抚的名教 将死的语言 侮辱尽现在 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杀了现在 也变杀了将来 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我们下集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